我最近在安装这个四分之一波片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所以拍个视频讲解一下激光的偏证 以及四分之一波片 它就又呈延迟片 可以把光从线偏证变到原偏证 待会我们会说 我把激光的话 从原来的随机偏证的激光 换成了线性偏证的激光 这是Mail Grilled的线偏证激光 效光比是500比1 把它安装在这边 然后出来的激光会经过这个平面镜 经过这个平面镜过来到这个光屏上 可以现在可以忽略 忽略这个四分之一波片 这个激光它的偏证方向 它取决于它的电源线的方向 我把激光旋转转完之后 它的电源线是水平放置的 这样的话 它激光出来的方向就是水平方向的 然后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在这个视频里测试我用的是这个 这是艾特曼的光学的 这个叫偏证测试 你调 它分为三部分 就是左手右手 这两部分是测量那个原偏证的 然后这一个是测量线偏证的 然后上面是画了这个箭头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两个方向的箭头 然后这个方向是线偏证的水平方向 也就意味着 如果光能从这个里面通过的话 它的方向就是沿着这个箭头方向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偏证条 放在这个激光下面看一下 我先把它反过来拿 我们先不用原偏证的 我们只用这个线偏证的部分 当我水平放置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这个光墙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但是当我垂直放置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基本上 把这个光完全遮挡住了 激光的偏证 或者说光的偏证 它是取决于这个光墙的这个电场方向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就是我还制作了一个偏证片 放在这个可以转的这个东西 这个它是 你可以把这个偏证片装在这个上面 然后它这个左右可以旋转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设置一定的角度 然后把它放在正中间 当我们旋转这个的时候 这当然 不用挡着 当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激光是 光墙是最大的 然后当我在旋转90度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激光全部给挡住了 这时候说明 这个里面偏证片的方向 和这个激光的方向是垂直的 这样我们也能确定这个偏证片的方向 这个偏证片因为是自己制作的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方向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能够确定偏证方向的东西 除了这个test之外 就是这个激光 你可以通过它已知的这个偏证方向来测试 这个偏证片的制作 是用这种 就现成的这种偏证片 把它裁剪 然后安装上去的 这种大块的购买的话会比较便宜 但是如果你只是买这种光学厂上生长好的偏证片会特别贵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波片 这个是我已经安装好的四分之一波片 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四分之一波片 但是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四分之一波片它有好多种材质可以制作 然后它也分为零接波片和多接波片 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的波片是什么样的 我拿了另外一个 这个是零接波片 它是由云母 就是把它裁剪成这种圆形 然后劈裂 精密的把它劈到一定的厚度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特别薄特别轻 然后我只能把它放在这个波片上 因为如果拿手一捏的话 基本上就碎了 然后当它购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装在这种玻璃纸的小袋子里面的时候 所以拿出来的时候特别小心 然后把它安装到 比如说可以打印的支架 比如说我这个是用餐具打印机打印的支架 或者是装在螺丝垫片上面 用光学胶固定一下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四分之一波片 四分之一波片它是有快慢轴的 它可以就是快轴和慢轴 就顾名思义嘛 它在慢轴的方向 它可以把这个电长方向进行一定的延迟 使得这个光从线偏正变成圆偏正 现在我调的这个快轴方向是水平方向 这样的话 这个水平方向的这个偏正的激光 是可以从这个四分之一波片 直接到这个显示屏上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竖着放的时候 它是完全遮挡的 同样当我旋转这个波片90度的时候 当我旋转90度的时候 它也是线偏正的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激光条测试 这个偏正条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当我调到正好90度的时候 它是完全可以遮挡的 然后水平方向并不影响 对 神奇就神奇于 当我们把这个四分之一波片调整到45度的时候 它会形成左手原偏正和右手原偏正 我先把它转回去 然后我转45度 大概 当我转45度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感觉这个激光光点没有变化 但是当我把这个线性部分 这个线性测试的这个偏正条放在后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 它已经不能遮挡这个光了 我45度放也可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它已经不能遮挡这个光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偏正的光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 这个左侧的这个原偏正的部分进行测试 这个左侧的原偏正部分的话 我看了这个说明书它的制作是这样的 就是上表面是线偏正 下表面是四分之一波片 所以如果我们要测试它这个快轴方向 我们可以把这个激光还是调到这个水平 比如调到这个水平方向 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激光处于水平的这个偏正状态 这样垂直确保它是 然后调整一下 那我调整一下大概 我只大概的 在镜头后面不是很好调 大概的调整到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仍然保持水平状态 把它放到这个后面 我选择了左手左手方向的一个原偏正 放在后面 然后我慢慢调整这个波片 使得它 使得它的光强最低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当它光强最低的时候 这个上面会有箭头 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方向 就是它的快轴方向 就是斜向要45度 跟我这后面标志的是一样的 好 现在一直它这个处于这个偏正状态 处于原偏正状态的时候 怎么确定它是左手原偏正 还是右手原偏正 就是因为它这个写了左手原偏正 右手原偏正 所以只要把这个放在后面 哪部分能通过 它就是哪部分 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 它是右手 右手方向的原偏正 它是能通过的 那它就是右手方向的原偏正 它左手方向是完全遮挡的 但是你发现这个偏正条 它反过来是不能用的 就反过来的话 是完全是没有效果的 跟我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它上表面是线偏正 后面半个贴的是四分之一波片 所以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东西主要可以用来进行 把这个 就是如果这边放的镜子的话 它返回过来之后 再经过四分之一波片 它可以把光的方向可以旋转 偏正方向可以旋转90度 在干涉仪里用的会比较多 之前做的视频里的话 它那个窗口 就是激光的窗口的话 出来的话 其实都是四分之一波片 这样的话 垂直方向的 它会经过四分之一波片 变成原偏正 反回回来 它那个原偏正的方向 会正好会变成反向 然后再经过四分之一波片 它会变成横向的偏正 这样的话 会和原来的光 不会互相干扰 即便是在同一个光路下面 视频大概就是这样